AUT SK8 是不是在为WANS鞋型名字怎么读所困扰呢? 没关系 让我来给大家科普几个WANS常见鞋型怎么读 首先是这双AUT 它是WANS生产的第一双鞋子 其实它的真正读法叫做Authentic 第二双是ERA 它是由Authentic演变来WANS第一双真正意义上的滑板鞋 由于外观跟Authentic有点相似 所以很多朋友会把它搞错 所以以后再也不要搞错咯 第三双是AUT SK8 是街头上最常见的VANS鞋款之一 也是第一双搭载SAT STRIP 侧边条纹的鞋款 第四双是SK HIGH 是VANS最经典的鞋型之一 也是保罗沃克最喜欢的VANS鞋 那SK8为什么会发成SK的音呢? 那它其实是由SK加英文单词8 连起来读就是SK 而HIGH就是高帮的意思 所以就读成了SK HIGH 第五双是SK ME 它是由SK HIGH演变而来的中帮鞋款 MID 则代表了它是中帮的意思 第六双是SLEEP HOME SLEEP是滑的动词 SLEEP HOME是滑入的感觉 也就说明了这双鞋子的特性 它不需要系鞋带穿上挤走 所以就有了懒人鞋一脚蹬的名字 第七双是LAMPE 来自90年代媒产时期的小众鞋款 率先在日本先流行起来 但是最近不断被重新推出 第八双是EPEC 很多人容易把它读成Eports 所以以后不要再读错咯 第九双是HALF CAP HALF是一半的意思 CAP则是来源于传奇滑手 Steve Caviello名字的缩写 他是第一个和VANCE 推出签名写款的职业滑手 如果你了解过HALF CAP的故事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是一半了 这些就是经常会遇到的VANCE写款读法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